我就是我的责任 我就是满足的 我就是这里的 大家好 我是小猪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鬼灭之人同仁漫画 不死川石迷和香奈慧两个 竟然钻小树林 蛇迷煮成熟饭就要结婚了 一黑小巴内和甘露斯魅力 大白天又造小孩做羞羞的事 让我们开始吧 甘露斯拿着几盒礼物 来到女顾客身边 笑眯眯的说 一直以来品尝我丈夫的料理谢谢了 这是收到巧克力的谢礼 是我亲手做的 时间内人脸色瞬间变了 汗水都流了下来 结巴的说 嗯 谢 不 谢谢了 不死川用手托住下巴 很是不解的看着甘露斯 一黑夫人怎么了 小巴内面无表情的看着不死川 再给客人施压呢 不死川撇了撇嘴 摇摇头 真少见呢 但小巴内解释 嗯 那个啊 那个是在牵制客人呢 听到这样的解释 不死川就有些不懂了 牵制 一黑有些困扰的说 就算我多次拒绝了 但还强行给巧克力的人 有很多呢 明明我有至爱的妻子 无论是谁送的也不能收下呀 放着不管的话 好像也会这蜜利不高兴 说到这里 一黑的嘴角微微上扬 眼中放光 因为客人想着稳妥点 被拒绝后 会把东西放在店门前 总是这样 会引起嫉妒心呢 坐在一黑对面的不死川 这样才明白过来 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 原来是这样牵制嘛 这不是更不能忍了吗 心里却吐槽 不要给我色气的得意笑啊 这时米里拿了一杯茶水 走了过来 给到不死川的桌边 醋意浓浓地说 因为很过分呀 甘露斯双手插腰 气呼呼地吼道 明明是我的老公 我在生气 自然还把北米巧克力 给一间结婚的人 所以才要用我亲手做 然后送给客人这样回礼 甘露斯将一大堆巧克力 放在桌子上 写着他那傲然的山巒 不停地跌宕起伏 上一秒还是母老虎的甘露斯 下一秒就已经是 温柔可爱的小天使了 只见他用手指 在熊熊的脸上 轻轻地划过 魅惑地说 特别是对于那些小三们 要包含满满的 夫妻之爱回礼 不止川被甘露斯的转变 吓得毛骨悚然 后背直冒冷汗 意外的是 一黑竟然羞红脸 不止川不得不怀疑 你们变得好像啊 不止川失神地 再次端起叉杯 轻轻地抿了一口心想 连以前平淡的 一黑妇人都变得这样啊 一黑看到不止川的样子 没好气地说 对了不止川 你这样休闲可以吗 不止川回过神来 啊什么呀 小八内接着补刀 小内会从早上开始 好像就很受欢迎 这话对神秘来说 是晴天霹雳 哼 那个 什么 甘露斯认真的分析 听说 青春节的回礼 收到了好多呢 一黑也跟着补充 嗯 里面还有 像是本名的昂贵品呢 刚刚还坐欢不乱的不死川 一下子就站了起来 吼道 什么 可恶 我没听说过呀 早点说呀 一黑一副看好戏的样子 因为你又没问呢 不要砸嘴 一黑看着刚起身离开的不死川 脸上露出了难得的一丝笑容 小趣吗 不死川毫不犹豫地回答 啊 我现在就去找他 要是没戏了的话 可以陪你喝酒呀 以为会得到一黑的鼓励 结果他的一句话 差点没把不死川气得吐血 瞪了一黑一眼 才不会 少说点不吉利的话吧 一黑跟刚露斯看着离去的不死川 竟然已经开始挠不起来 妈 虽说有那种意义的东西 都没有收下就是了 相当会太棒了 记得相当会是微微一笑 直接拒绝 啊 我不能收下 刚露斯脸一红 有些痴迷地看着一黑 哼哼 没告诉他 你可真坏心眼呢 一黑也是一脸的坏笑 我是故意的 这也是为了他好呢 走在路上的不死川板之脸 明明那时候那么找我寻求帮助呢 我想是他没注意到吧 一黑嘴角微微上扬 看着羞答答的干露斯 终于啊 那家伙稍微紧张点猜好 而秘里的表情好像是 点灯泡渴走了 快点开始 不吃肉搏吧 高露斯双手紧紧地抱住一黑胳膊 十分羡慕 这回前言 果然小巴内很温柔呢 一黑看着眼前的秘里 心中别体有多高兴 这才是故意的 我只对秘里温柔呢 不是吗 一黑的一只手 抚摸在秘里的脸颊上 甘露斯也是深情地看着一黑 火花瞬间四溅 两人激烈地热吻了起来 甘露斯就像是浴火焚身一般 身体已经不由自己控制 穿着粗气 娇羞道 没错 特别只对我呢 两人又肉搏到了一起 一黑这边地动山摇 布斯川也不甘寂寞 他也约了人在小树林见面 等他去的时候 竟然发现大长腿美女 在等自己了 很是尴尬的看着他 抱歉 等了很久吗 香奈露一双漂亮的大眼睛 回看着他 本以为自己会被大长腿美女 数落一通 然后拍拍屁股走人 可一切都不按照常理猪牌 香奈露坐在木椅上 抬起头 微微一笑 没等多久呢 布斯川这样才放下心来 坐在木椅上 看着香奈露 探测的道 嗯 那个没事吧 听说你被告白了 香奈露转过身 看了一眼布斯川 浅笑了一下 嗯 是收礼物这个事情吗 香奈露从旁边 拿过一个盒子 打开 里面全是各种礼盒 不用担心 这些只是善意的回礼哦 但也听说 有其他意图的家伙 对呢 虽然也有些那样的人 但是我都好好地拒绝了 香奈露刚说完这些 不知道为何 她的脸上洋溢着一份难以诉说的喜悦 就像是春天的那样遇到了雨露一般 因为当初也不是怀着那种心情送出去的 除了一粒巧克力的灰粒之外的附加品 都没有收呢 布斯川的心情是五味杂陈 心中满是问号 我这嘴巴干咳咳了一声 嗯 香奈露有点不明白这是怎么了 布斯川军 布斯川表情有点僵硬 这个是上个月的回礼 如果没兴趣的话 丢掉也没问题 哎 香奈露看着长椅上的礼物 有点惊讶 布斯川吞了吞口水 有点小紧张 里面的东西 没考虑你的想法 就擅自准备了 听到布斯川这么说 香奈露一马来了兴趣 可以打开吗 啊 还不等布斯川反应过来 香奈露就打开了礼物 看着礼盒里面的戒指 灯打眼镜轻呼 哎 戒指 这个形状是结婚戒指 难道说 难道说是那样吗 看着布斯川的紧张的样子 香奈露的心中 已经大致清楚了 这次香奈露 揣测布斯川的心思的时候 布斯川解释 你这个戒指 不是那种意思吧 毕竟我们又没在交往 只是想着收到戒指很开心 应该没有更深层的意思吧 兴致勃勃的香奈露 没有想到布斯川会这样说 转过身去 不仅长长的叹了口气 很是失望的低下了头 如果真的是那样 我也挺开心的 看着眼前这个帅气的男人 有点着迷了 布斯川君对于恋爱的事情很笨拙 也不能太期待 没关系 我已经习惯等待了 想着想着 就有点走神了 竟然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 就连脸蛋都红了 坐在旁边的布斯川有点疑惑 夏奈露 夏奈露这才清醒了过来 急忙回答 谢谢 下一秒 夏奈露的小脸又是愁晕一片 但是这个回礼 会不会太珍贵了呀 挫着小手有点恍惚 不对 布斯川静静地看着夏奈露 只是这样还不够吧 只见他慢慢地伸出手 不像夏奈露的脸颊 夏奈露也激动起来 羞红着脸 深情地看着布斯川 布斯川甚是激动 明明是要你的一生交换 却还没有彩礼 现在到了四月 再次来迎接你 说到这里的时候 布斯川更加认真地看着夏奈露 话与声中是那样的坚定确切 上次那个时候 一直在意夏奈露 这次一定要让你幸福 夏奈露满脸飞红 他已经被这个高大雄伟的男人 所折服 连带已经像熟透的红苹果 夏奈露已经控制不住 自己的情绪 两行幸福的热泪 瞬间流了下来 布斯川看到夏奈露 激动的样子 再次开口 我也 可是话还没有说完 就已经被夏奈露打断了 只见他已经擦干了眼泪 有点羞涩 我也是从那个时候 一直喜欢着 夏奈露再也不想压抑自己的内心 上前一步 直接抱住了布斯川的胳膊 我也想给你幸福 尽管刚才已经发生了那样的事情 夏奈露已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那还是一副秀造造的样子 布斯川君 那个 再确认一下 夏奈露一个刚才秀造造的样子 一整颜色的看着布斯川 从四月开始 我们 是订婚约 还是成为恋人呢 布斯川还是一脸色眉眉的样子 看着相待会 那当然是 我的妻子呀 看得小猪都着急了 后面不是有小树林吗 怎么不利用一下 appealing 我的妻子一天 我给我 在赫可 在赫可 那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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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一个素晴的提案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喜欢鬼灭症 突然漫画的小伙伴 记得订阅点赞加分享哦 爱你们哦